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根本用不着难过 真正难过的应该是他 你失去的是一个不想爱你的人 但他失去的是一个深爱他的人 所以命运会改变 我们人看不见问题的实质 坏事能变成好事 就犹如我们修心人一样 我们不吃苦怎么能够得到甜 很多人因为身体不好了才开始学佛 很多人想解脱了 不想受这个烦恼了 他才开始念经 所以受难了 我们才会求菩萨 烦恼了才会想起学佛 要调节好自己的心态 人间的感情 金钱 一切物质都是短暂的拥有 最后均会失去 希望我们牢牢记住 一切都是无常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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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